前面说到湄公河惨案的元凶幕后指挥是这个名叫诺康的人 2012年4月湄公河惨案发生近7个月之后 诺康终于在老挝被捕 5月10号老挝警方将这名重犯正式移交给重犯 那么这个诺康究竟什么来头 他为什么要制造湄公河惨案呢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介绍一下这个极度重犯 诺康外表温顺性格古怪 而他的身份让人是不寒而栗 他什么人呢 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枭 人称金三角新教父 他的手下多达好几百人 全都是亡命之徒 他们这个团伙在诺康的指挥之下 常年盘踞在湄公河两岸 不仅制毒贩毒 像绑架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收保护费之类的 他们几乎是无恶不足 手下馆 stro下锯 我没有脱je کی 那如果我们下周下令 就会有什么 屁股 这样 到这个时候 我 我 那